哪三个战争 我再给数三个 第一个 共产党面临到前所未有的 内部的整个的政治经济 政治经济 记住啊 政治经济 政治和经济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他的政治斗争 上海何增何王岐山 韩正 以及这所有的共青团 他们的斗争会 前所未有的残酷 就像当年老毛发动王大革命前 一模一样 所有人都很清楚 他们不灭习 习就是毛 他是毛 谁是刘少奇啊 谁是林彪啊 谁是高岗啊 是吧 谁是邓小平啊 大家都很清楚 他们为了不当那个 就必须让毛得干掉 经济 当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58年到68年 中国是最好的丰收年 却饿死了所谓的2000万也好 4600万也好 8000万也好 饿死了几千万人 饿死了几千万 是多少是中国过 那年时候所谓的三亿人 就每六个人大概饿死一个 或者是十个人饿死一个 想想什么概念 完全丰收 完全丰收 而且没有任何国际压力情况下 内部政治斗争 导致粮食危机 政治危机 毕竟导致内部斗争 内部斗争 经济危机 净粮食危机 那个时候经济是完全国家控制 老百姓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和生活物质 是今天中国人每个人所需要的 比如说现在中国人需要1000卡路里 那时候中国人大概需要最低的大概30卡路里 现在就是中国人所谓的这个已经达到上万美元GDP的放狗屁呢 是吧 中国实际上将近一半的人一年的GDP 也就是说不到一万人民币 中国人能分到的肉分到的粮食 跟他们所有想象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人就是回到北朝鲜现在的生活 是多少呢 大概中国人如果是这样的斗争和这样的经济下去 中国就像北朝鲜一样 每人摄入的食量肉量卡路里量 跟今天降多少呢 降二十分 二十个二十分之一 还能活下去 那就是中国的GDP 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生产 几乎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停下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 什么中国的量子技术啊 太空技术啊 生物技术啊 什么什么什么大什么基因啊 是吧 全都扯单的互联网 什么阿里巴巴马英 全都是扯单的 所有政治和经济斗争 导致的闭关首国一切都成为废物 而且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以前 看到欧洲的这十八国的 跟你的供应链脱钩 贸易脱钩 技术脱钩 然后金融脱钩 他把香港给掐死那一刻起 共产党这个经济上下再回来也绝不可能 而且他在中共所有的贸易生产线 供应链的脱钩大概需要五年的时间 这说的说的已经从2017年我们爆料 到2019年他放这个放病毒 12月份 到2020年21年22年已经三年过去了 他有一年到两年的垂死挣扎 这全世界的供应链全都撤出去 不可能再回去 然后中国的农业 所有的污染 城市污染 城市整个那种垃圾的建筑 和所有的中国制造的金融泡沫都会倒下来 这是第一场战争